大家好,我杨风 今天5月17号 最新消息 北京要放弃人民币锚定美元的机制 这个措施可以弱化美元 这会是一个重大决定 影响非常重大 美国有两手策略 我们说的是两只手的策略 左手利用军事动员 催促美国的盟国、盟友 然后,把他们赶向右手 对付中俄两国 这个观点很重要 因为这是拜登对付中俄两国的模式 了解这一点 才能够从中找出破绽 找出破解之法 美国利用北约的军事动员 北约有30个成员国 主要是欧洲国家 再加上横跨欧亚的土耳其 与北美洲的加拿大 又利用印太战略 加上原本的五眼联盟 这就是美国动员盟国盟友的法宝 从而把这些国家推向对付中俄两国的对立面 美国在这方面 有成功的部分 也有不成功的部分 成功的部分 是动员了欧盟国家 对付俄罗斯 并且让北溪二号工程的审核停下来了 最近几天 芬兰与瑞典又表示要加入北约 至于印太战略这边 美国还在动员 还没有成功 不管是美日印澳四方联盟的印度 以及东北亚的韩国 到目前为止 都还不算成功 印度一直游移在 站队美国与对付中国之间 印度是本世纪 中美大国博弈的一只老狐狸 印度的确是与中国不对付 希望有一天能够凌驾在中国之上 但是呢 印度在四方联盟 还有一个更高的目的 印度想好壮大自己 壮大自己的国力 推升自己的经济 因此 印度在前面对付中国 但是在背后 一直向美国要供应链 由于印度不支持制裁俄罗斯 而且 还向俄罗斯购买便宜的石油与天然气 使得印度这一阵子 成了美欧的香薄薄 所以 印度又开始向欧洲要一些好处 要技术 要产业 在这般分杂的国际局势中 印度成了国际外交综横的艺术 是一个异类 无论如何 美国在印度的身上 的确花了不少的时间 我们说的是 时间不是金钱 因为美国也不是省油的灯 至于日本 也是一只老狐狸 不过 我们把日本归类于美国这一边 站对美国的 跟印度不同的是 日本在经济上 配合美国的政策 对付中国 日本想要阻止中国崛起的势头 这与美国的目标 是一致的 因此 我们把日本归于美国这一边 除此之外 日本还不时的在台海议题上 射陷阱 挖坑 希望中美发生冲突 好让日本渔翁得力 韩国呢? 韩国新总统尹徐越上任 尹徐越亲美 这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 由于尹徐越的政策 还没有明显的出来 中方也有反制的办法 所以,我们今天先不讨论 我们说这些干嘛呢? 因为要了解整体形势 才有办法找出应对的办法 美国左手到右手的侧面 左手催赶盟国 右手对付中俄两国 那么,中俄两国 就不能够只站在美国的右手这边 被动应对美国的攻势 被动的应对美国出招 而是要站出来 想一个釜底抽筋的办法 美国的强处在哪里呢? 美国利用军事安全条约 来动员盟国 这方面 中俄两国的确没有更好的办法 毕竟这些都是美国的盟国 是美国耗费了几十年的功夫 经营下来的成果 但是,美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盟国? 那是因为美国在过去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这些国家都倚靠着美国的安全保护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美国还是世界上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 这些国家也都倚靠着美国的市场 他们害怕失去美国的市场 也害怕被美国制裁 总的来说 美国的力量来源 一边是军事 另一边是经济 简单说 就是军事霸权与美元霸权 美国的军事霸权没法撬动 因为核子大国之间不能打核子战 前几集的视频我们也说 美国也并不想要用军事力量来对付中俄两国 也对付不来 美国所谓的军事威吓是虚的 中俄两国也不怕 美国的军事动员 只是用来驱使驱赶盟国 用来对付中俄两国的工具 所以,真正能够釜底抽薪的办法 就是针对美国的经济 针对美元 真正能够动摇美国霸权力量的 就是去美元化 在这方面 中俄两国各有各的规划 俄罗斯方面 我们过去说了不少 今天不再重复 至于中国方面 反而是北京在去棉花的道路上 进行的比较少 一方面是因为 北京这几年一直在布局 二方面是 北京也不想在还没有布局好之前 没有准备好之前 过于刺激美国 跟美国摊牌 不过 北京的行动方式可能过于被动了 因为你在算时间 你的对手也在算时间 时间并不一定是在你这一边 举个例子 俄罗斯从2014年以来 一直在搞去美元化 出托手中的美元资产 美元债券 同时 俄罗斯也积极地建立自己的支付系统 SPFS 但是 当俄罗斯向乌克兰 采取了军事行动之后 美国与欧盟 立马金融制裁俄罗斯 俄罗斯仍然有 3000亿美元规模的外汇储备 被美国与欧盟国家冻结 中美大国博弈是动态的 任何一方 想要算尽所有的机关 把所有的变数都考虑进去 难啊 某些时候需要主动出击 前两天 5月14号 黄祈凡在清华五道口 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在上面表示 人民币的发行 锚定美元 这绝非长久之计 黄祈凡认为 要适时建立人民币之锚 不能够长期锚定美元 而应该锚定自己的GDP含税量上 自己的国债信用上 只有如此才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铸币税 这样才能有真正的货币政策自主权 黄祈凡是中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前副主任 重庆市原市长 他上一次为人瞩目的说法 是在2019年10月的时候 在上海的一场金融峰会上表示 中国央行将要推出数字货币 结果 中国的数字货币是不是推出来了呢? 所以 黄祈凡相当有分量 他这一次的说法也引起了高度的重视 至少 我是非常重视的 有关人民币的汇率 到底是锚定什么 一直都有正义 2005年7月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与美元脱钩 改为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 从那时候起 大家都说 人民币是参考一篮子的货币 不过这几年又有别的说法 说人民币是锚定房地产 中国的商品等等 也有人建议说 人民币应该要以股市作为标的物 比如说A股股市 因为A股有许多的国营企业 这是国有资产 以国有资产作为标的物 不是很好吗? 但是 A股最近几个月跌得稀里哗啦的 以A股的市值作为标的物 好吗? 可行吗? 也有人说 要以黄金还有白银作为锚定物 回归金本位 银本位 中国古时候不就是以白银作为货币的基础吗? 俄罗斯的天然气卢布结算令 不就是以5000卢布兑换一克的黄金吗? 而且还相当成功 昨天的汇率市场 1美元兑换66.5卢布 这是一年来的新低 卢布汇率升高啦 普京的卢布结算令非常成功 俄罗斯已经成功地重新定位卢布的价值 几乎抛去了美国与欧洲那一套的信用货币制度 更贴切一点说 俄罗斯成功摆脱了美元与欧元的霸权地位影响 如果俄罗斯往后再把石油 钾肥等天然资源加进去 也是以卢布来结算 卢布汇率有可能会继续走高 俄罗斯这是以食物资源来定位卢布的价值 先把卢布绑定黄金 再出台天然气的卢布结算令 把卢布绑在了食物资源上 既然俄罗斯如此成功 为什么中国不仿效呢? 许多人都有这个看法 中国没有像俄罗斯一样的石油与天然气 必须要用另外的标的物 但是黄金与白银的产量有限 尤其是黄金 一个国家每年经济增长 黄金的产量传出跟不上 再说了 也不能够时常调整人民币兑换黄金的比例 所以,还是要回到黄奇凡的说法 第一,不要锚定美元 不管过去所谓的一揽子货币是哪些货币 是美元,欧元,日元,还是其他的货币 美元都在其中 再过去,锚定美元也没有什么 毕竟美元是全球通货 是最为流行,支付量 最为庞大的货币 也是全球货币储备最多的货币 但是,美国既然把美元当作武器 中国就不适宜把人民币锚定美元 另一方面 中国的去美欧化 不锚定美元可以起到一个示范作用 如果北京总是口说去美欧化 但实际上还是锚定美元 这说不过去 第二,黄奇凡的建议是 把人民币锚定在自己的GDP含税量上 自己的国债信用上 这个说法就有道理了 GDP长年增长 以自己的GDP为基础 发行人民币有什么错呢? 非常好 这是以国家经济增长做保证 是国家的信用 另外,把人民币锚定在国债 以国债资产作为标的物 这就跟美国以美国国债 作为标的物是一样的 不用担心外部干预 完全自己做足 自己的GDP自己说了算 当然 美国还以大宗商品与美元挂钩 透过石油、天然气、煤炭 粮食、穀物等 吸收大量的美元 同时也吸收了美元通膨 不管人民币在未来 是锚定在GDP含税量上 还是国债 总之 就是要找一个可靠的资产作为标的物 这两个都是可靠的标的物 也可以两个都并入考虑 这样的话 也有助于人民币债券的发行 当更多的国家持有人币债券的时候 这些国家持有的是可靠的人民币资产 是中国的国家信用 只要中国的经济增长 人民币相应增加发行量 再加上拥有中国国债的资产 这比美国与欧盟随意的印钞要可靠多了 以GDP含税量作为锚定物 然后以国债作为发行量的调节 可以相应的增加人民币的发行 这样又保持了货币调供的空间与弹性 除了锚定这两个标的物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呢? 俄罗斯有天然气与石油 中国并不对外输出石油与天然气 如果石油输出国 愿意以人民币作为支付货币 当然很好 但是人民币毕竟是后起之秀 一时之间 没有办法像美国那样 让大宗商品与人民币挂钩 不过北京可以想别的法子 道路这么多 就看创意了 美国能够找到石油美元 用石油美元 难道中国就没有别的法子吗? 有人说 电力 这是一个创意 就是要利用中国自己的优势 中国有特高压技术 这是独步全球的技术 中国如果能够完整建立一个超级电网 不但可以攻击国内所需 还可以对外输送电力 在国际上取有余而补不足 在国际上南北运送 东西互补 那么 虽然中国没有像俄罗斯那样的石油与天然气 中国可以推出电力资源的交易 以人民币交易的市场 以人民币支付 电力不也是资源吗? 电力也可以作为人民币的标的物 尤其是在未来 国际碳排放的压力下来之后 还有吗? 西土元素的提炼与出口 也不失为一个好的标的物 中国不是没有资源 就看怎么去找 怎么去应用 还有哪些创意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必然的道路 去美元化也是一个趋势 最新消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直董会完成了五年一次的特别提款权 SDR的定值审查 把人民币的权重由10.92% 上调到12.28% 同时美元的权重也调高了 由41.73% 上调到43.38% 另外 欧元、日元与英镑的权重都被下调了 不过 下调后的欧元权重仍然有29.31% 欧元区的经济体量已经被中国超越 没有理由还维持在29.31%的比例 中国还需要积极争取在国际货币上的地位 我们做一个结论 人民币在过去锚定美元是有道理的 第一 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帽后 进入了国际贸易大家庭 然而这个国际大家庭 就是以美元作为通货的世界 中国锚定美元也迅速扩大了对外贸易 第二 中国锚定美元也稳定了人民币汇率 20年下来 人民币成为全球稳定的货币之一 这也帮助了中国在经济上的稳定发展 然而时代变了 一方面中国强大了 经济规模越来越庞大 中国的经济规模迟早会超越美国 如果人民币还是锚定美元 那就表示 中国仍然是臣服于美元体系 臣服于美国 身为一个大国 一个准超级大国 中国需要走自己的路 才能够继续往上增长 二方面 如果是和平时期 倒也无所谓 但是 中国已经被美国列为头号假想敌 是美国打击的对象 基于这一点也需要寻求出路 否则的话 中国始终会面临美元打击的风险 也面临着美国与欧盟金融制裁的风险 中国是时候考虑换毛了 不管是锚定中国含税量上 中国国债 电力或是稀土等 都需要自己的东西 不能够再依赖美国 同时 这对全球来说 也是一个宣告 北京不能够等着自己布局妥当之后 才来发动去美元化 因为时间 不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 根据我们节目开头的分析 除非是意外 中俄两国与美国的决胜点 不是在军事上 唯有去美元化 才能够显现出实质的效果 当美元霸权失去威风的时候 所谓的盟国与盟友 也不会有多少个留下来 使自效忠美国 但是只要美元霸权还在 这些盟国与盟友都会心有忌惮 欧盟就是最好的例子 下次有时间 我们会再仔细说明 昨天我们有两期的视频 分上下两期 总共将近30分钟的时间 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 同一天推出上下两期 这是有关芬兰加入北约 俄罗斯在西方的处境艰难 同时我们也提了一些破解之道 我们觉得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务必参考 也可能我们一周对策的节目 还没有做出口碑来 希望大家以后看到一周对策 一定要点进去看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请继续收看风雨天下杨风时评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